林子祥和叶谦文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真是嗨爆了 他们不是参赛歌手 而是帮场嘉宾 2015年总决赛上 这对歌坛抗力共同献身来为李克勤加油 李克勤先是和叶谦文高能带来叶谦文在90年代风靡一时的金曲 潇洒走一回 接下来 铁飞歌王林子祥登场 三人合作带来了烫嘴的Alam日记 这是林子祥的作品 是粤语也是中文流行歌曲历史上的第一支rap 一般人是记不下来歌词 就算记住了 也肯定唱不来 他们还无缝衔接了一首超级快的歌 也是林子祥的作品 数字人声 这一画面看着三人像是一瞎三口 歌曲快到让人无法呼吸 很吃过瘾 如果能再生生不息的舞台 再来演一首三首歌曲 场子估计又得炸 李克勤获得了当年我是歌手的年度六强 第一名是谁呢 就是他 李文 2001年 李文作为首位华人歌手 登上了奥斯卡的颁奖礼 现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月光爱人》 14年后 他瘦到21寸的腰身 重新穿上这身红色的战袍 再次演艺经典 加冕2015年我是歌手的歌王 自然不在话下 纵观里面的音乐历程不难发现 普通话和英文歌是他的主要市场 这次在声声不息里唱乐语 是他事业里少有涉猎的蓝海 施展空间还很大 再说周笔唱 他在2014年第二季我是歌手中获得了第七名 看得出当时他是有些不开心的 说起这个第七名跟当时总决赛的八毛唱环节不无关系 当时我看到这个合作表演 差点停掉下巴 无论怎样 以上几位歌手都是走到了总决赛 而让人感到可惜的 是一轮游的这位音乐才子